Hello大家好,我是杰成 这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是华为Meta X Pro iPhone XS Max 三星Galaxy S10 Plus 还有小米19 这么一个1080P60帧的视频拍摄情况 那么如大家所见呢 在这四部手机里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防抖的情况 我个人感觉呢 三星Galaxy S10 它在平时我们走路的时候 防抖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 小米9我觉得稍微差点 而华为Meta X Pro 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成像的视频很好 但是在我直观的看到手机的时候 会觉得视频是非常有延迟感的 而iPhone XS Max 我觉得它对于光线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小跑几步 个人觉得在跑动起来的时候 华为Meta X Pro相反能得到最好的稳定性 我们再来对着光线强烈一点的天空 可以发现其实关于测光性对光性来说 我个人认为三星Galaxy S10是把一分钱一分后 S10 Plus它的光线的稳定性以及对焦速度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颗小树苗 但是实际上我看到的视频手机上直观的感受 是小米9它的帧数显示是感觉到最高的 虽然我知道它们四部手机都是60帧 那么这就是这么这四个手机的一个视频的录制情况 那么在后续我会为大家带来4K分辨率的录制 以及其他的千元机的视频录制效果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